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Photoshop基础入门教学的第三节课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在PS这个软件里面 我个人认为最实用的一个工具,曲线 曲线这个工具啊,在我们以后的每一次修图当中几乎都会用到 而且在Photoshop这个软件里面如果说只能让你保留一种工具来使用的话 我相信80%以上的人都会选择保留曲线这个工具 因为它确实是十分的强大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课程来了解曲线这个工具具体如何使用 首先我们打开了这样一张照片 要使用我们的曲线工具,还是要选择图像菜单栏 然后选择下面的调整菜单 下面有一个曲线工具,把它点开 你也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加M键来直接打开曲线工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工作界面 它主要有四样东西构成 分别是我们的横坐标、纵坐标、对角线和直方图 关于直方图,我们在上一期讲色阶这个工具的时候已经详细的给大家解释过了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同学可以去翻一下上一期的视频 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再多做复述了 我们就重点说一下另外三样分别代表什么 首先是它的横坐标 横坐标代表的其实是亮度条 从左到右代表了由暗到亮的这样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用数字0到255来表示它 这也是我们上一期的内容 那重坐标代表什么呢? 其实重坐标跟横坐标一样,同样也是亮度变化的坐标 只不过它是由下到上的这样一个排列方式 那两个坐标既然都表示亮度变化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大家可以把横坐标理解为输入 重坐标理解为输出 或者更简单的理解为横坐标是调整前的一个状态 重坐标是调整后的一个结果 而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是通过中间的这根曲线来实现的 下面我们来给大家做具体的演示 现在由于我没有对这根曲线做任何的调整 所以我们的图片也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化 现在在曲线上取任意的点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横坐标和重坐标都是一样的 这个很好理解对吧? 因为它是一根对角线 如果现在我选择曲线上的一个点 然后按住鼠标左键,把它向上拖动 我们看到图片是变亮了 这时我们再观察这个点的横坐标和重坐标的变化 我们会发现重坐标的数值是大于横坐标的 根据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内容 数值越大就代表图片越亮 所以它的整体效果是一个提亮的效果 这时你观察这根曲线的话 你会发现除了两个端点以外 这根线上所有的点都是被提亮了 但它并不是以线性的方式提亮的 中间的部分提亮的程度比较大 而两边的部分提亮的程度就比较小 这也是曲线这个功能的一大特性 好,现在我们把这根曲线往下拉 可以看到整张图片是被压暗了 因为这时候除了两个端点以外 所有的输出它的数值都是小于输入的 所以反映出的结果就是将整张图片给压暗了 当然曲线能做的调整不仅于此 在这根曲线上我们几乎可以添加任意多的调整点 比方说我现在添加第二个调整点 我们将暗部向下压的同时 将亮部向上提 这样的话就增加了整张照片的对比度 大家可以记住 在我们原始对角线以上的部分就是提亮的一个效果 以下的部分就是一个压暗的效果 当然你也可以给它进行反向的操作 以减小它的对比 甚至添加更多的调整点都没有问题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我们之前的操作都没有影响到两个端点 但其实这两个端点也是可以做单独的调整的 比方说我可以把这个点给它往上提 增加它阴影部分的亮度 同时也可以把高光的点往下压 来降低它高光的亮度 好,大家现在已经了解了曲线的基本用法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操作面板上其他的一些功能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预设对话框 这里面是已经预设了一些特殊的功能 当你选择了某一项预设之后 你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这边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方说我这里选择了强对比度 然后还可以继续对它做一些精细的调整 这边还有一个通道下拉菜单 这就是曲线这个工具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照片是由RGB 三种三原色来组成的 那我们通过操作这三根三原色的曲线 就可以达到调色的目的 我们刚才学习了把曲线往上拉就是提亮 那在我们的三原色通道里面 将某一种颜色往上拉的话 就是增加这一种颜色 反之则是减少 好,让我们再回到面板 可以看到左下方有一个小手形状的图形 这个工具是可以让我们直接抓取图片上 任意一点对应在曲线上的位置 给大家来举例说明一下 首先我们先选取这个工具 然后把鼠标移动到我们的图片上 移动到你想调整的位置 比方说我想把这朵花给它再提亮一点 可以看到当我们把鼠标移动到这里的时候 曲线上直接出现了对应亮度的点 这时我们只要点出鼠标的左键 直接在图片上进行上下的拖动就可以了 我们再次回到面板 这里有三个吸管状的图形 这个工具是让我们直接定义图片中的 黑场、灰场和白场 我们就以黑场和白场来举例 首先选择最左边这根黑场的吸管 然后找到我们图片中最黑的地方 给它点选一下 再选择这根白场吸管 找到我们图片中最亮的地方 再给它点选一下 然后来看一下调整之前和之后的一个对比 因为这张照片里面非常的位置不太好找 所以我们就不选了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工具啊 它不仅仅是调整明暗和对比度 而且是会动到颜色的曲线的 所以这个工具我并不常用 因为它会导致颜色的改变 好,曲线的几种比较常规的用法 现在都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我们就以这张照片为例 来用曲线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修饰 首先我们还是观察一下它的直方图 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分别在暗部和高光的地方分别有两个波分 中间部分反而是比较平坦的 说明这张照片的对比度是比较高的 这跟我们上一期节目举的例子正好是相反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增加它暗部的一个细节 同时呢又要保留它高光部分的细节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首先我们把它的暗部稍微给它提亮一点 然后高光部分呢给它再压回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根曲线 再新建一条曲线 暗部给它稍微往下压一点 高光保持不变就可以 稍微增加一点它的对比度 这是我们的第二根曲线 再次新建一根曲线 这一次我们把最右边的高光给它往下压一点 同时呢保持中间调和阴影都不变就可以 调整之后可以通过预览按钮 看一下之前和之后的变化 现在我们把明暗和对比度都调整完了 现在再来对它进行一些调色处理 这时你可以再新建一根曲线 也可以在同一根曲线上进行操作 我们就直接在这根曲线上来进行操作吧 选择我们的通道 就可以对每一根色彩曲线来进行单独的调整 那因为调色这一部分我们还没有讲到 所以大家只要知道 我们可以通过曲线这个工具 来对图片进行调色就可以了 具体一个调色的逻辑 为什么要这样调的话 我们在后面的几节课很快就会跟大家讲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调色前后的对比 然后我们看一下整张照片的一个前后的对比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这个视频